大家早上好 今天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到这儿 尤其是在座的都是青年精英 所以我感到自己也年轻了好多 真是感谢大家 今天我这个题目是 用户隐私 数据孤岛和联邦迁移学习 那么其实这一个title里面 包括了做这个研究的原因 和我们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就一一到来 首先我们看到人工智能 其实是最近的热点 是深度学习所驱动的 深度学习我们都知道离不开大数据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些图 随着数据的逐年增加 那么它的错误率 不仅是在这个image上面 在speech上面都是急速的下降 包括右边这个图表达的是 不仅仅是深度学习的效果 是随着数据量的增大而增大 而且其他学习方式 比方说迁移学习 那个蓝线所示 也是随着数据量的增大 而急剧上升 所以我们大家就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世界马上就要大同了 人工智能很快就要实现了 我们的未来是无限的美好 但是这个只是大家的一个错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周边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大数据的 我这里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在法律的领域呢 我们如果想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我们是要经历很长的一个链条 经过很长的时间 有法官 有律师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法院 才能够把一个样本给标注好 那么有人统计过呢 一个比较大的数据集 也就在上万这个水平 所以并不能得到我们说的像图像里面 动辄上千万个图像这样的水平 金融方面更是这样 大额贷款往往是非常小的例子 上百个例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医疗领域呢 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图像 医疗影像识别 那么这个影像呢 往往都是散布在各个医院里面 也没有办法把它们很容易的集中 因为有很多原因 监管啊 用户隐私啊 包括各个机构的各自的利益 所以呢 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大数据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普罗大众 获得这个AI的红利呢 我觉得呢 我们做技术的应该来找一些解决方案 那么我个人的解决方案呢 是从我这个长期的研究是迁移学习的角度 那么迁移学习呢 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首先呢 是说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小数据 那么我们不妨找一个跟它还类似的大数据领域 我们把那里的知识呢 给迁移过来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维 这个思维也符合我们人类的一种思维习惯 就是举一反三 用类比的形式来把一件事说清楚 所以从大到小 这个是迁移学习的一个手段 但是现在呢 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小数据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是数据格列的问题 fragmentation 数据孤岛 这种问题呢 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 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些数据给整合 用一个data integration系统就完了 而是我们要克服 从行政上 从政策上 从监管 一直到技术上 如何能够保护用户隐私 也就是右边这个图 我们数据是格列的 我们如何能够把它们拼装成一个大图 同时能够满足社会的要求 对隐私的保护 这个呢 是一个新的名词 叫federated learning 这两个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也是一个 他们的一个共性呢 都是这种机器学习的手段 是驾驭在所有机器学习的算法上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拿任何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呢 我们都来问问他 有没有一个迁移学习的一个version 我们拿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 我们来可以来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federated learning的version 这种也叫原学习 叫meta learning 所以这种学习的方法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要跨领域 要跨界 要把两个领域给联系起来 而不是在一个领域里面工作 首先我们来看迁移学习 迁移学习的很多早期的工作 其实呢 是和人工智能一起成长的 在很早很早以前 在早在有计算机以前呢 教育领域就有迁移学习的概念 他们不叫迁移学习 他们叫学习迁移 叫transfer of learning 教育学在1901年 就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就叫transfer of learning 就是在说呢 这个学生学到一个知识 最好的检测办法 就是看他在学下面知识的时候 能不能用到前面的知识 这就是迁移学习的手段 然后他就给了很多细节 其实一个一个都可以对应到 我们今天机器学习的手段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电子计算机 我们可以把这种直觉呢 给它变成算法 所以呢 我们就有了下面的这些算法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把数据直接的给迁移过来 那么这个呢 是特别管用的一个地方呢 是在我们红色的是小数据领域 新的领域 那么蓝色呢 是一个我们已经有一个大数据领域 我们现在可以分析 这个数据分布的飘移 就是concept drift 就是从source data和target data 他们的这个数据分布 到底有哪些区别 然后根据这个区别呢 我们把一部分的source data 给迁移过来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使得充实在target领域的数据 这个是通过数据的迁移来实现知识的迁移 第二种方法呢 是我们直接把目光投向模型 就是我们在蓝色的领域已经建立好一个模型 我们要来问说哪些部分可以被迁移到新的领域 这样呢 我们在新的领域就不用从头来了 那么第三种呢 是在任务领域 我们来对比 我们要解决的任务到底有哪些区别 如果我们能够找出旧任务和新任务之间的逻辑联系 那么也许我们不用几个新的例子就可以做好学习 所以这个呢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叫zero shot learning 或者叫one shot learning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天一学习呢 确实有很多好处 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增加模型的这个鲁棒性 我们知道这个模型的鲁棒性呢 往往是在一个模型建立的时候呢 在它的那个目标函数objective function里面 加一项叫regularization 但是这个呢 只是在本领域的一个扩充的办法 让模型变得简单 但是我们现在呢 是不仅仅让模型变得简单 我们是要找出这个模型里面 可以普世的那一部分 那么能够扩展到domain1到domain3 那么这种方法是一个进一步的 一个模型的可适配性 一个regularization 跨领域的regularization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经常听到的 叫做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 Edge computing的意思呢 就是说很多我们在本地收集的数据呢 可以用来训练模型 那么我们和云端传递的 可以是这个模型的结果 而不是原始的数据 那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好处 一个好处呢是说速度快 一个好处呢是传递的这个信息少 那么隐私呢也因此获得保护 那么这里就说了 迁移学习的思想就是从大到小 那么这个我们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 到现在终于有了特别好的一个实验 验证 就是Google最近发布了一个 自然语言方向的一个极大的数据集 那么训练了一个叫预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可以迁移到十几二十个传统上非常难的 那个而且特殊的自然语言处理的领域 这种迁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就是整个横扫就是ACL的领域 那么我们也是受到鼓舞 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 要坚持几十年最后总是有结果的 那么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 上面这个从左到右呢 是一个深度学习模型 假设我们已经建立好了 假设我们是在一个图像领域 那么底层呢 就对应比较低层的那种pixel level的pattern 上层呢 就是对应比较高层的任务型的pattern 那么一层一层从左到右的这种传递呢 就可以做inference 那往回传递呢 back propagation就可以用来学习 假设我们已经学好了 现在有一个新的领域叫target领域 在这个领域呢 我们困扰是数据不够多 所以签议学习的做法呢 是把这两个领域呢 一起来训练 那么我们在原领域呢 是有目标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追求source classifier source model 它的优化 同时呢 我们可能在target领域呢 数据不够多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两个领域之间的差别 通过feature之间的差别 来定义一个domain distance 来要求这个distance足够小 那么当我们满足这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的时候 我们source domain的这个训练的部分 特征就可以被迁移到target领域来了 那么这个工作呢 也驱使了很多研究者呢 来定量的来研究可迁移能力 比方说我们横轴是每一层的这个代号 零就表示呢是输入 一就表示第一层深度学习 一共有七层 那么纵轴呢是准确率 那么我们可以分层来看 它的这个如果用这一层的训练好的 在原领域训练好的模型呢 直接来对这个target领域来进行分类的话 如果只用这一层的特征 那么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就发现呢它的这个效果是随着层数的增加呢 而急剧下降的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告诉我们至少在这个视觉领域 比较低的层数呢 对应比较高的可迁移能力 比较高的层数对应比较低的可迁移能力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study 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迁移的策略 就好像是一个退火算法 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比较多的固定住 底层的这种特征 然后把它直接copy过来 大部分的copy过来 那么在上层的话呢 我们就固定比较少的特征 大部分都允许它自由的扰动 在新的领域能够适配到新的新的领域 那么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退火模型呢 最后证明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很好的迁移效果 那这个呢也使得迁移学习就从一种定性 变成一个定量的一个科学 那我还有一个学生呢 是那个做了一个算法了 就是把这个迁移学习从一步的迁移 变成多步的迁移 那么多步的迁移呢 就好像把一个领域知识呢 给从多步的这种传递式的transitive 给transition给迁移到目标 就好像过河一样一步一步的走 那么这个算法的设计 就使得我们能够在中间的这些领域里面 找到可以帮忙你做翻译的 而且是多步翻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问说 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大学课程 要这样设计 使得学生第一年上这些课 第四年上这些课 我觉得是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而且呢是一个 就是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一个学习方法 最后呢使得这种传递是最容易最有效 那么我们用这个方法呢 也来模拟了一下这种大学的这种课程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呢 还是在实验室阶段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Stanford大学做的一个用卫星图像 来识别这个非洲大陆 并且呢来来来取得非洲大陆每一个区域的贫困度 过去的这种做法呢 是要人到本地去调查去去做这个标注的 但是现在我们只有这个卫星图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呢 原来也可以做 可以做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数据 比方说我们有这个互联网上面大量的这个无关的图像数据 我们也有呢对同一地区的夜晚的灯光数据 然后呢他们就巧妙的利用了这个传递式的迁移学习 最后呢就把这个很多无关数据的这个知识 并且把灯光的知识全部的给迁移到最后白天的这个图像里面 成功的对这个非洲大陆进行这个贫困度估算 其效果呢和这个人为的估算呢 也相差不远 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呢 其实我们现在准备大量的在我们微重银行的实践当中 去展开来作用 这样我们可以对整个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形势 和对某个产业的微观的经济走向 做很精确的估算 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正在进行中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分类 那么对于强化学习是不是也可以做迁移呢 答案是肯定的 比方说呢我们在强化学习 用来做信息流推荐啊 依靠那些的话你就会进入一个信息检防 也就是说呢你的搜索范围会越来越窄 他就不会给你推荐新的东西 所以呢强化学习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除了去exploit现在的信息 他还会去explore更多的新的信息 他来探测你是不是还有新的兴趣 那么这个策略的学习是需要很多的数据 很长的时间的 所以我们当在一个领域学到了这样的知识 我们要把它迁移到另外一个领域 cross domain的这种recommendat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不用那么多的数据 不用那么多的时间 我们就能很快的学到一个这种强化学习策略 那么我们成功的用一个叫做bandit算法 来实现这个这个做法 做效果也非常好 我们现在也用在金融的广告推荐上面 这个叫transferable bandit 同样的一个做法呢 也可以用在自然颜言处理的这个舆情分析上 那在舆情分析里面呢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找到一些关键词 这些词呢能够告诉你一些舆情的取向 比方说我们关心的是正面的和负面的 这样的一个分类 我们看到一段文字 我们就想通过一个分类器 把它分类成这个这段文字 到底是大家在赞呢 还是在踩呢 对吧 那么比较粗力度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我们还是得标注很多keywords 那么这个工作呢 可以用千语学习来简化 那么怎么简化呢 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是有像就像GAN一样的 有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左边这个系统呢 是在原领域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标注数据的领域呢 我们去训练一个多层的 这么一个分类器 这个分类器的目标 是在这个领域准确率越高越好 对吧 因为我们已经有标注数据了 我们希望它越高越好 那么同时呢 我们不要忘记迁移 我们是要迁移到一个新的领域 那么这就是右边的这个 这半拉系统所起的作用 右边这半拉系统在做什么呢 它通过左边这个系统找到的这些keyword 来区分两个领域 那么它的目的是 这种区分度呢 越差越好 也就是说它的目标呢 是使这个错误率越高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一旦找到这种词 它就具有两个特性 一个呢是在本领域 它具有很强的舆情特性 它就可以来帮你分类 第二个呢 是它有很高的通用性 它就可以用来做跨领域 所以当这两个一起来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能很自然的找到这么一堆词 这堆词呢 就可以帮助你在两个领域之间 自由的迁移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 也是像GAN一样 这样的一个多模型的方法 在一起协同计算 那么下面呢 我要把时间放在一个新的方向上 我们刚才讲的是两个领域 一个大数据一个小数据 现在呢我们讲有很多的领域 每一个领域都有小数据 大家都格列 我们可以把这每一块呢 想成一个医院 然后它的数据呢 想成一个这个医疗图像 比方说乳腺癌的医疗影像 那么如何能够把它们合力 给建立起来 变成一个协同模型 同时呢 又不侵犯用户隐私 那么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数据不交换 那么什么交换呢 模型可以交换 我下面就来讲这个事情 首先呢 我这个出发点呢 是就是刚才所讲的 就是我们周边并没有 我们想象那么多的大数据 我们没有进入一个 所谓的大数据时代 我们看到AlphaGo 用了三千万个棋盘也好 用了几千万个影像也好 这些其实是个例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 其实是数据孤岛 包括呢 像BAT这样的大公司 它的每一个department之间 也很难交换数据 因为它的数据 就是法律规定 就不能离开它的 那个收集数据的部门 有很多也是那个利益所趋 所以呢 到最后呢 就是说 如果是做土壁这个方向的话 这个数据孤岛不解决 那么这个土壁就是做不了 那么怎么办呢 有人呢 就想歪点子 就说那咱们偷偷地 把这个数据给传过去 给它合并 那么Facebook就是这么一个公司 最后就遇到了一个滑铁炉 我们看到的 它的这个股价急速的下降 就是那一天 它的消息爆出来 它受到严格的监管 右边这里的消息呢 是Google Google呢 最近一直是受到这个 GDPR在欧洲的罚款 最近一个罚款的这个额度 也是相当的高 GDPR刚刚老师有介绍 GDPR呢 是欧洲去年五月份 介绍的一个隐私保护法 它有很强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 有很多 比方说呢 它要求在每一个自动决策后面 都有一个责任人 就是说不能是完全由机器来做的 所以像特斯拉撞人的那种事呢 背后得有一个人来负责任 那么这个Model的这个做的决策 也得可解释 你一定要能给监管解释 你一定要能给这个受众解释 一定要能给这个对方解释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数据的可疑忘权呢 数据的这个privacy by design呢 等等之类的 美国呢 也最近也出台很厉害的这个数据隐私保护法 几乎的要求就是按照欧洲的那个要求来的 这是在加州的一个保护法 那么我们中国呢 也有很严格的保护法 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立法是一直在进行的 那大家预期呢 到明年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法律出来 也非常的类似欧洲那样的一个条款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形态下 首先呢 我们是数据是隔裂的 其次呢 我们又没有一个传统的方法 把它们给合并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的隔裂 比方说我们有两个机构 A和B 那么A呢 可能有一些用户的行为数据 B呢 可能是有 不仅有行为数据 还有一些标注数据 那么它的数学模型就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 在这个合作的前提下 能够共同建立一个模型 把两边的数据都用起来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数学的领域呢 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只不过都是数学家在研究 比方说一个技术呢 叫做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还有一个呢叫Homomorphic Encryption 包括我们安卓尧教授 这个GC这个著名的算法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计算机学家可能比较 比较留意Differential Privacy 那么像这些很多的算法呢 在大的这个工程里面 一直以来没有办法实现 一部分呢 是因为它的假设太多 另一部分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效率 还没有提上来 但是最近呢 有一些重大的突破 比方说像HE Homomorphic Encryption呢 现在的这个速度大为的提升 那么它是在做什么呢 它这个思想其实很简单 假设我们有A和B 两个两项 A加B是我们这个 一个公式里面的两项 那么我们对整个这个公式加密 那么这个HE呢 就可以把它表达成 对A的加密 加上对B的加密 如果是A乘B呢 就是A的加密 乘以B的加密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分布率 对吧 我们在小学就学过 但是这个好处 就使得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做 它以前做的 所做的那些多项式计算 但是它却不知道自己在算什么 大家想一想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HE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么从由此展开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解决方案 来试图来破除这个数据孤岛的问题 Google呢 是在17年 最近也在一次发布会上 隆重发布了 他们的这个 在安卓 下一代安卓系统的这种加密措施 就是把每一个端口 比方说手机上面 安卓手机上面的数据呢 进行建模 然后呢 再把这个模型呢 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同态加密的手段来进行加密 加密后的模型可以运到云端 在这个当中呢 不用担心数据泄露 云端也不知道这个模型 到底是对应什么样的数据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在云端做一个ensemble 那么这个ensemble的模型呢 就更新了他们 比方说对输入法的模型 然后呢再把这个模型再传递到每一个手机上面 那么由此呢 就可以在加密的条件下 利用云端大计算能力 同时呢 也利用终端上面具有数据的这个能力 能够很好的保护用户的隐私 Google在下个月要召开一次 第一次的workshop在Seattle 会有大概几十个大学的教授参加 然后呢就专门讨论这种做法 他们是很看重 因为他们确实是被罚怕了 那么在这个领域呢 在深度学习领域 也有很多很多现在的工作 都跟我刚才说的这个Federation Learning是相关的 比方说模型压缩 比方说这个算法优化 参与方选取边缘计算等等之类的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像Google那种做法呢 相当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学模型 就是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的每一行都是一个用户的数据 那么如果呢 我们把每一行的数据看作是一个手机上面的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呢 就是按照行来分块的 比方说第一到第四是属于第一个手机 第五到第七属于第二个手机 那么这种呢 我们叫横向的联邦 横向联邦呢 就是到最后需要把他们的模型做一个ensemble 那么还有纵向联邦 就是两个公司之间 比方说一个银行和一个零售 这个银行呢 可能是有X4 X5和Y 它也有一些用户ID 那么这个零售部门呢 可能是有用户的行为数据 但是它却没有这个Y 比方说这个Y对应的是用户的信用 就是零售是没有这个数据的 但是他们现在呢 有意愿去合作 把他们不同的这个特征呢 给结合起来 互补有无 怎么做这个事呢 我刚才说的那个同态加密就可以来帮忙 所以呢 要做到这一点 是需要一个安全性的措施 需要一个分布式的建模的措施 那么我们希望得到的呢 是下面这个预期 双方均可以保护数据 也就是数据不出本地 并且这个模型尽量的没有损失 那这个试试能不能做成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实验室的实验 比方说我们用Regression 来解决一个两方建模的问题 一个是蓝的 一个是绿的 就是右边的那个Join Training 那么蓝色的这里呢 有一些用户的特征 绿色的这里 有另外一个用户的特征 我们可以利用蓝色的这呢 来做一个用户的Clustring 那么利用右边的这个呢 是因为它是有Y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模型出来 做一个分类模型 现在如果我们通过这种同态加密的手段 把它们合并起来 我们就可以通过交换Parameter 比方说交换Gradient 用那个T度下降的办法的时候 和交换一些Lost的办法 那并且呢 在交换这些Parameter的时候呢 我们是加密的 用这个办法 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 一个高维的 这个更好的模型 就是右边的那个模型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每当我们做完这一个事呢 我们都要给出一个安全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明 在Parameter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 并没有泄露用户的隐私 什么叫泄露呢 就是对方通过多次的交换 可以重构另外一方的数据 这个是有可能的 如果它完整的得到Gradient的话 它可以重构对方的数据 我们最近看到的Eversarial Learning 就是对抗学习里面的GAN 有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一个证明说 不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了 我们去给一些公司老总 去讲这个证明 他们是不懂的 所以我们还得想另外一些方法 来说服他们 那么我再回来呢 就是说我刚才的那个做法 现在已经扩展到 比方说logistic regression decision forest deep learning 等等之类的这个popular算法上 使得我们这个模型A 模型B 可以协同做这种训练 当然在做这种模型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 这个模型的一半是在A 另外一半是在B 这是结果 那么当有新的用户来的时候 比方说来到B这一端的时候呢 B需要的时候 就向A提出请求 然后呢 A就把结果告诉B 那么这个过程 这是inference的过程呢 也可以通过加密的手段来进行 他们直接上面呢 是没有数据的exchange的 但是呢 他们间接的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做出了一个 两种模型 比较简单的这种模型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监管方 就是叫collaborator C 是可以帮助两边 来issue这个public key啊 来做这个模型的更新呢 等等之类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做到不用C 也可以做到这两边数据直接的沟通 那么这个呢 在金融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比方说金融界呢 大家在查这种多方借贷 一个人到 A银行去开个信用卡 到B银行去开个信用卡 然后用A付B 然后呢 用B付C 那么这样呢 就会引起一个连环借贷 这种是引起这个金融 风险的一个 一个重大的一个现象 那么 但是呢 在过去银行之间呢 却不愿意互相沟通用户群 因为这些用户都是他们的 这个保密资产 那现在呢 有这个联邦学习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可以通过联邦学习呢 来做一个 两个用户群的 这个intersection 然后来查这些 处于intersection之间的这些用户 就可以找出来 并且呢 不暴露 不处于intersection 没有share的这一部分用户 所以我们现在 落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 反洗钱 还有反欺诈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是 迁移学习 现在讲的是这个 fragmented数据联邦学习 能不能把两个合起来呢 这个呢 也是我们最近 在世界上第一个做的 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target领域 有一个source领域 每一部分呢 都有一部分的模型 那我们希望从source 迁移一部分知识到target来 那么我们记住呢 刚才我们所说的是 在source领域 我们如果进行模型迁移的话 我们可以分层的来迁移不同的成分 比方说低层的 我们迁移多一些 高层的我们迁移少一些 那么这个呢 在这个联邦学习 在federated learning的前提下呢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加密的手段 这个数学我就不经过了 来进行这个迁移学习 最后呢 就使得这个图表现呢 就是首先呢 我们两边还可以share issue这个public key 两边都可以用secret key 来对这个迁移的 这一部分模型的参数呢 进行封锁 然后呢 再迁移到对方 对方通过这个homomorphic encryption 可以对本地的模型进行更新 那么这个更新呢 就往往是这个 从source到target 一个单向的更新 最后呢 在这个迁移完成了以后 那么我们得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target领域 并不能猜出source领域的数据来 他也看不到source领域的数据 但是他却得意了 他却受益于这种迁移的效果 所以我们管这个叫联邦 迁移学习 叫federated transfer learning 那这个我发现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比这个迁移学习 多出来的一点呢 就是他多了一个维度出来 这个维度就是经济学的维度 我们下面要问 就是说 我们这种联邦迁移学习 是多方参与的 但大家为什么要参与呢 他能不能选择不参与呢 大家之所以参与到一个联盟里面来 大家想一想 主要是因为参与 就比不参与得到更多的好处 能够比方说从收益上 从风险的减少上 从这个其他的各个方面都有好处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衡量这个好处 并且来维持这个好处 那么这个是经济学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共同体 怎么样能够维护它 能够让它sustainable 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事例 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个data owner 以他出了一部分数据来参与到这个Federation 联盟里面来 那么这个联盟整个呢 因为大家的贡献 取得了一些收益 就是中间的那部分 那么这个联盟一定要有一个机制 来激励每一个部分继续出更好的数据 来就是右边的这个图所示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用那个博弈论 就是game theory来设计了不同的机制 最近我们也在这方面做探索 就是how to determine 给大家每一个人的回馈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我们就从顶层有一个经济学模型 从下层呢有一个保护隐私的 分布式的机器学习模型 并且可以从大数据迁移到小数据 那么整个的这个呢 就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做这种联盟 比方说可以做这种反洗钱模型 就是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也可以是互联网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合作 也可以是互联网和保险机构的合作 也可以是互联网和那个银行 然后还有和那个零售企业的合作 这些工作呢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现在都在积极的进行 那么这里举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有这些学术的研究 也有这些企业的这部分的研究所形成的一个呢 我们叫Federated AI Network 那这个呢是一个在风险控制领域 银行和互联网公司 他们之间数据虽然不能沟通 但是用这个Federated这个呢 就使得他们的这个风险 风险的控制大为的增提高 同时呢可以来这个对这个保险业进行风险定价 可以这个比方说租出就是二手车的买卖 就可以变得更加个性化 根据这个人的那个保险的买卖 就根据这个人过去的这个表现 可以对这个人进行激励 并且呢还可以做企业的风险控制 并且我们这个是用到了大概30多万家 小微企业的贷款上 然后还有这个反洗钱的模型 包括城市的视觉管理 我们知道在一个城市不同地区的那个监控视频呢 都是可能都是来自不同的单位 有些是交管部门 有些是公安部门 有些是这个城市管理 但是他们的这个数据呢却很难沟通 我们通过联邦学习呢 把他们的这个数据给能够结合起来 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型 每一个人的这个识别的精度都可以大为的提高 就是这个就是提高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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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盒的实验 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同时觉得呢 这个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事 因为呢我们在这忙活半天 我们建立了这些算法 那么这些算法如果不被这些监管部门认可 比方说不被GDPR认可 那么他还是不能够同意你到那边去这个展开工作 对吧 所以我们就现在呢跟IEEE的国际标准 并且呢跟这些立法部门一起合作呢 来建立这这样的一个IEEE的国际标准 我们这个标准委员会 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下一次是6月15号在洛杉矶 开我们在美国的第一次会议 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很多who's who 就是很多大公司 并且我们刚刚开源了第一个联邦迁移学习系统 欢迎大家到这个网站上来下载 我们到今年就下个月6月份 我们会把这个捐给Linux Foundation 然后呢最后做一下广告 就是我们在今年的EHCache上面会有一个 Federation Machine Learning Workshop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这个是今年的8月10到12号在澳门举行 所以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AI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 可以一路高歌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呢是数据数据的问题 数据孤岛数据格列 安全隐私 小数据 那么我今天讲的呢先从迁移学习讲起 然后讲到联邦学习来做这种 就是格列的数据 最后呢讲到联邦学习和迁移学习的一个结合 叫联邦迁移学习 并且提出了这种激励机制 让就是我们这个研究的团队里面呢 有经济学家 有数学家 同时呢还有这个加密算法的这些教授 另外呢还有这个分布式包括体系结体系架构的这个教授 所以真的是一个multi disciplinary的一个organization 也欢迎在座的青年才俊加入到这个研究里面来 共同把这个事情呢给做成一个能落地的一个项目 非常感谢 好 研究室的研究方法绝对是我们精英应该学习的 好的 我们有时间有一个问题 好 好 谢谢杨老师的精彩报告 好 现在我关注到这个现象 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机体学习 最近有一些进一步一些交叉融合的一种趋势 刚才你也讲到我们两班学习与两班千语学习这种融合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提提建议 就是说那些这个融合在一起 就是千语学习与两班学习和其他机体学习 真的能实现一加一的这种效果 比如今后是不是有什么两班的强化学习 或者说两班的强化学类似对抗学习等等 谢谢 对 李教授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做研究其实不是为了写paper 不是为了出一个paper的新点子 是为了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来问 就是说我们过去有这么多的算法 这些算法到底各自的强点在哪里 弱点在哪里 比如说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 最近张教授 张院士就特别精确地指出 就是说他是遇到了瓶颈 他的这个瓶颈是因为他的这个设计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现在的AI都是在确定的环境下 在这个数据有限的情况下 在这个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才可以进行 那么我们面临的社会却是无限的 所以呢 每个算法都有它的特点 当我们把这个特点给结合起来 我们一定是能解决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这个联邦学习和千译学习的结合 或者是联邦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结合 就是从一个领域走向多个领域 当我们走到社会上 我们解决一个问题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我们的这个问题不是像这个比赛一样的 说有人给你做好了一个数据集 你现在只用去调餐 不是这样 调餐是可能是最细末的一个一个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这个数据打通 能够把这个模型给建起来 能够让这个模型变得越简单越好 能够让让多方能够能够接受 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要来问其实要来问就是说 现在的算法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